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 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在新约圣经当中 耶稣也把人比喻称 你们是世上的盐 你们是世上的光 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 不是放在斗底下 放在灯台上就可以照亮周围的人 耶稣常常把人比喻称灯 也比喻称光 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当中 怎么样才可以常常的发光呢 发挥鱿鱼灯的功用呢 今天我们透过鱿鱼灯的条例 我们来思考我们基督徒该如何的做光作严 首先第一点 纯净 上帝吩咐以色列民要用青橄榄油来点灯 青橄榄油他的意思 这个词根的意思就是纯净的意思 他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常常会出现 常常会是指人的纯正 行为的纯正 还有祷告的纯净 为何要求必须是纯净的呢 因为灯是放在会幕里面 在圣索的位置 圣索是密封的状态 灯要常常的亮着 因此对油的要求的品质要非常的高 如果不高的话就会有油烟的出现 因为一天到晚都要亮着 整个会幕味道就会不好 也就会有很多的油烟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比较喜欢橄榄油 特别是我们做饭的时候 我们也可能会常常会选择用橄榄油 因为他没有油烟 他对人身体比较健康 上帝其实要求以色列民橄榄油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否则就会有油烟 上帝对基督的生命也是有非常高的要求 他要求我们过圣洁纯净的生活 让我们的行为 心理的纯正 还有我们祷告的纯正 如果我们不纯正 这一点的不纯正就会冒出黑烟 使我们的生命被破坏 就像加勒海书五章第九节说 一点面叫能使全团发起来 想要有纯正的生命 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并不是一日而成的 炼镜需要有过程 第二点 纯正的橄榄油的制作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它是倒成的 是放在橱里面 垂打 并且用布过滤 制作过程非常的漫长 但是却是纯净的 炸出的橄榄油 也比较纯净 有一首诗歌 歌名是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 歌词是这样写道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 它就不能成油 你若不投葡萄入炸 它就不能变成酒 你若不练拿达成高 它就不留芬芳 主 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 如果你收取的东西 你以自己来代替 基督徒的生命想要纯正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纯净是我们人生的追求 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但是却经过漫长的垂打 并且要经过特殊的公义 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活出圣洁的生活 成圣不是得救就结束了 而是基督徒一生中 不断的过程 因为人都有罪性 即使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 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的行为还会有软弱 作为基督徒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要意识到内心 发生了一场新的征战 在原来的老我 与受圣灵引导的 新我之间的战争 在加勒泰书第五章十七节中 有很多描述这种内心的挣扎 就是情欲与圣灵相争 圣灵与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正如保罗一样 我们心中渴望逃神喜悦 顺服神 但是我们的血气却软弱 难以抵挡罪 然而只要我们不断地 与罪恶争战并顺服神 成圣就可以得胜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会经过无数次的雕琢 打磨和破碎 第三方面 上帝要求常常亮着 从早上到晚上 灯要一直点着 亚伦他们要常常 打理会幕的灯 使灯可以常常亮着 要想使灯常常亮着 就需要花功夫与时间 并且要常常地预备油 常常地警醒 在马太弗二十五章一到十三节 耶稣讲到一个比喻 天国好比是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 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吃盐的时候 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地对聪明地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地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 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了的 同他进去坐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 说主啊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却回答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 你们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的一生 就是神 给我们做光做炎的一生 我们的生命 就像灯一样 我们需要常常地 来维护这个灯 能够发出光来 那么我们就需要 常常警醒 祷告 并且预备自己 愿意成为被神破碎的器皿 愿意成为被主雕琢的器皿 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神 真的是 让我们的生命 被神 好好地打磨 雕琢 因为祂是陶匠 我们是泥土 塑造我们 成为和神 使用的器皿 并且真正地 在这个世界当中 成为光 成为炎 能够见证神的荣耀 远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同来安静祷告 等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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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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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